今晚吃飯時 老婆憂心重重 她說有一個專家對她的大媽朋友說 有樓的人 只是外表風光 其實是外強中乾 只要樓價不升 業主便會出現負現金樓 近日樓價不但不升 還連跌幾個月 我一定出現負現金樓 我有少少不明白 我老婆平時好醒 為何今天這麼炳 我說不用擔心 雖然近日樓價下跌 利息上升 但我們的物業借貸比率不高 租金收入減去利息支出 仍然有現金餘額 沒有出現負現金樓 老實說 對於今次樓市下跌 我已經準備充足 主要是借貸比率不高 即使利息上升 都不會出現負現金樓 如果連我們都出現負現金樓 香港樓市的確大事不妙 老婆說 如此來說 樓價升跌 與現金樓無關 這樣又未必一定 假若我們的借貸太高 租金收入底不到利息支出 可以賣走一些物業 令借貸比率降低 直至負現金樓不再出現 如果樓價上升 就不需要賣這麼多物業便可以達到目的 樓價下跌就要賣多一些 所以樓價與現金樓也有關係 但不至於樓價不升 業主便會出現負現金樓 老婆說這麼複雜 都不知道怎樣跟她的大媽朋友解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